- 陌生是藉由未來世界的故事凡是現代人被手機綁架的問題 現代人被手機綁架 然後我們劇中是使用了一個近現代的科技立裝置去取代手機通訊的功能 然後主角在劇中是一個習慣使用立裝置去進行溝通的人 然後他在一個地方裡面遇到了一群就是不使用立裝置的人 然後他開始思考就是科技的便利性去讓他們可以更快速的去進行溝通 但是他們也相對的是否去缺少了感情的傳遞 也不知道是哪個瘋子做的 把人肚子剖開不知道幹嘛 這個這個兇手還沒有抓到嗎 沒抓到很好啊 多幾條命案我們可以順理成章 多跑幾趟新聞 另外潛規則是記者爭取頭條發生的故事 故事描述主角從什麼都不懂的菜鳥記者 到追逐頭條新聞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 我們這一部片名叫做潛規則 那我們主要的內容就是講述一個 一名菜鳥記者從什麼都不會 然後到他為了爭取頭條就不擇手段 結果反而害到自己這樣 對 主要大概是這樣 今天老闆說要去讀新的主廚 你有什麼看法 放心啦 你會成功 最老紀人接收的話 我幫你下小車了 好啦 那你就不要再自己開這位家 主廚是通過主場的權力鬥爭 省私人生追求的到底是什麼 主廚師大剛是在講說 主廚師之間的互動 然後還有權力鬥爭 以及友情愛情的故事 對 然後我們透過主廚之間的互動來 呈現我們想要表達的第一關系 帶大學四傳戲 即日起到22日 在校內設藝學院一樓展覽廳 舉辦第23屆畢業展 迪寶德古邊界 展出22組的作品 呃我們是想要在 鹿港媽祖天后宮那邊 辦一個幫媽祖辦的一個嘻哈的生日派得獎 對 那周邊商品有哪些呢 我們目前是有快報 然後還有浮水的冷泡茶 還有大足弓跟巧克力棒 迪寶德無邊界 然後我們想要藉由這次的主題 為邪鋼族重新定義 無邊界它並不是全然沒有界限的 而是 呃我們想要在這個 以 我們以這個 有界入邊重新審視 難以界定職務的這個概念 而加入我們的 盆通色標的經典藍 還有珊瑚局 融入到我們整個邪鋼族的 生活與精神 無邊界不是全然的沒有界限 而是從邪鋼青年的精神出發 重新定義在有框架 有界限的社會中 找到突破點 嘗試發現新世界 無限發展的可能